枪炫呼得有些疲惫 像刘本就难对付 不怪你 枪炫打开了郡帝的密信 无以收到小妖来信 言无性命之威 爱女天性散漫 无自当训斥 昊玲从不插手西岩与陈戎之事 相柳若胆敢染指王姬 孤绝不轻饶 枪炫苦笑一声 他这个师父 行事密不透风 从不落人口实 若真曾于武神山收留相柳 也绝迹不会露出半点风声 若不是他此前收到匿名信时 绝不敢信 师父贵为昊玲之主 竟如此纵容相柳 正思量间 门外有侍卫通传 殿下 王上宣宁静殿见驾 西岩王宫 皇帝这一身黑袍 高高倚靠在王椅上 纵使须发皆白 目光却依旧如当年那般 风锐无匹 俯瞰着群臣 陛下近来心情不好 至于这不好的原因 西岩城大大小小 文武百官都觉着自己心里门而清 寒天输了 在雍谷官输给了香柳 不光是处心积虑才夺到手的千硕风 转眼还了回去 还要日日忧心 这天欠般的雍谷官 会不会也一招失手 文官们对战士一窍不通 怕碍了陛下的眼 不着痕迹往后躲了躲 反是殿内的一众武将 正愁战士不兴 无处领功 一遇雍谷战败 反而兴奋异常 你一言 我一语 各自请英 恨不能明日就顶替了那方雷寒天 自己率军出战 大胜臣荣向柳 此时若有人问 若是领了亡命 寸功未立 反而大败而归 该当如何 只怕皇帝麾下 无论神官还是武将 都会嗤之以鼻地大骂一句胆小鬼 武者习武练功 刀尖填血 为的无非是一个生前权位 死后鸣 如今建功机会就在眼前 不争起飞 辜负了手中神兵 小炎传的唐之赤戎 如今官拜镇南少将 位列武官前沿 赤戎站在殿上 看西炎国武将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的模样 不禁扼腕 心中暗叹 西炎能够连破六关 一路东径 将陈戎逼得 仅于数万残军 于楼山 雍谷一带苟且偷生 何尝不是西炎军中 皆骁勇的缘故 神将不畏死 妖兵吕征功 如何不胜 赤戎正走神间 便听皇帝朗声道 方雷寒天 已为我西炎守卫拥古数百年 此次为向流所败 却为师责 但临阵换江 国之大计 三百年前 西炎破陈戎 问鼎中原 世尔等与姑共创大业 姑知你们建功心切 都欲与那向柳相较一番 灵敌不惧 汉不畏死 姑心甚喜之 然方雷寒天 巨守拥古数百年 与狄妖将来往数十次 论之根底 而等南极 皇帝看了一眼武王子得炎 对群臣说道 雇佣人 一向不堪姓氏 无论他姓方雷 悦知 西炎老士族之一 还是弱水 赤水 也无论身份种族 只要有能力 胆破 有智谋和胸襟 都可以成为我西炎的一方猛将 方雷寒天 之所以能留在那个位置 不是因为他姓方雷 是因为他曾战功显赫 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皇帝扫视群臣 语气淡淡道 既然你们都主动请英 姑就允了你们这个机会 此言一出 满场哗然 由武官上前 积极自建 吴王 臣愿领命前往 立军令撞 臣也愿亡 这时 一直安静站在殿前 一言不发的枪炫 突然开口道 西炎枪炫 愿入武为兵 为国而战 一刹那 朝中的文臣武将 宗师王亲的目光 都被枪炫吸引 有惊恶 有沉思 还有几人微微醋了眉 皇帝的表情 不似刚才那般冷淡 眼神中生出了几丝性慰 他直了直身子 看向朝堂上 那位年轻的王孙 枪炫抬起头 迎向皇帝的目光 眼里竟是少年人的野心与期待 那是皇帝想要看到的东西 皇帝扶长大笑 好好好 不愧是姑的子孙 皇帝从王椅上站了起来 环是四周 朕必高呼 我息言而狼 敢为人仙 枪炫愿意入武为兵 孤允了 至于雍谷新任守将之事 则日言武 有能者居之 自下月朔日起 寒天将为雍谷副将 水运司之事由 傅司监带领 代孤众新拙选 散朝后 皇帝将枪炫宣进了书房 侍女沏上一壶茶 便告退了 枪炫一人后在书房 皇帝迟迟未来 枪炫看着玉岸上 垒叠如山的书简 新知爷爷此举是在试探 略意思量 便从岸上取了一份 外有和韵二字的简读 仔细翻阅 皇帝在偏殿与 敬臣商议好 雍谷诸事之后 便独自回了书房 枪炫端坐在蒲团上 手里捧着水运俯司的奏报 看得入神 皇帝倾壳一下 他才如梦出行 赶忙起身见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